今天要來向各位介紹 當你如果遇到停電的時候呢 你家裡沒有訊號那你又要打工會站 甚至說 你有打RAID的需求 這個都是需要用到網路的 有可能停電的話它伴隨的是 連 網路一起斷掉 那這時候呢 拿起你的手機 開啟你的位置 然後穿起你的雨衣 要到外面去 不是抓寶 是去 抓基地台 首先我們開啟這個OPEN SING GO這個APP 我們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 幾個選項那點左下這一個 左下那個 基站 那個地圖點進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現在這個 你的坐標也就是說你的大馬路 然後還有你手機的位置 就是左下角這個基站這裡 點進去之後呢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 手機顯示你現在的 位置 那你GPS打開之後你要等一下 讓他抓一下你的 基地台 的 位置大概在哪裡 那現在這個畫面已經顯示出來了 可以看到畫面上有一些 長得像 A符號的東西 那是你的基地台位置 那我們點進來可以看到 這個基地台 他的一些代碼 那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邊有很多基地台 是涵蓋範圍非常廣闊 那你如果說像遇到停電 還有家裡收不到網路的時候 這時候你可以騎著摩托車到外面 去 找尋這個基地台 這其實有點像抓寶的概念 大家一次 看著 外面有哪些地方有 神奇寶貝可以抓 那我們這時候因為已經斷電了 然後要斷網路的情況下 我們必須去 比較市區的地方找尋 有訊號的地方可以抓 因為停電不可能是全方位的停電 他一定是局部性的 有些地方一定是好的 所以這時候你如果要打工會站 你就是 開啟這個App然後 GPS打開 到 外面去找尋訊號 那這時候開始移動 那移動的時候呢 他那個紅線的虛線 連結到了就是你的基地台的 現在所連接的訊號 那他如果跨區域的話 他會 進行變更 也就是自動連接別的基地台 那你只要找到一個基地台附近然後去蹲在他的 範圍內 然後找一個不會被 碎片打到的地方 那就可以安心的打工會站 那不然你如果說一天的工會基本沒有打 對整個工會的排名是非常有影響 那這也就是 如何透過 手機App可以偵測到 你的基地台位置 那你可以更明確的知道說你哪裡有基地台 而不用盲目的 拿著手機亂跑 亂搜尋訊號那這樣是沒有效果 那其實各位看到那個紅色訊號連的有點遠 他這個是自動抓所以 你就盡量能夠在基地台涵蓋範圍三角 的一個範圍內 就是 三個基地台連成一個三角形的那種區域是最好的 他的覆蓋範圍是最完整 那你就可以選擇在那一個地方 好好的把工會站打完 然後再 再收工回家 這樣子對整個工會 積分會比較有幫助 那這個軟體就介紹到這邊 簡單的讓各位了解到 就算家裡停電 停網路 也是有辦法出去打工會站